凶手先后绑架富豪 大学生以及无辜老人和孩子 对这些无辜之人痛下杀手 若警察被及时铺案 就流动警察害死了这些无辜之人 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远哥出品毕是精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经典高分犯罪悬疑片 男主是纽约赫赫有名的侦探 然而不幸的是 四年前他在调查案件时 被掉落的横梁大众 全身瘫痪 这天深夜一对土豪夫妇 趁着夜班飞机回到纽约 由于司机板点 他们打了一辆计程车准备回家 一路周车楼顿 两人上车便睡着了 醒来时却发现 车外景色十分陌生 急忙提醒自己 但无论如何配打车窗 司机都没有半点反应 想求车 车门也被死死关注了 如今男主全身瘫痪 他知道自己知道会变成植物人 一番深思熟虑后 向主治医生提出了安洛斯 医生很难过 但作为男主的朋友 还是忍痛同意了 女主朱莉是个漂亮的小女警 早顺时接到一个男孩的报警电话 他立即赶往现场 发现铁轨边 埋着一只使者被截断的人手 扒开周围的石头 一张人脸赫然出在眼前 这正是富豪鲁边的脸 女主镇定心神 又在附近铁轨处 找出了一小撮粉末 一根螺丁和一片残渠的报纸 这时一辆火车呼吸为止 为保护现场 女主永远地挡在火车前 冒死逼定了猎车 而后他自己留在现场 警报案男孩帮他马来一次性性机 从各个角度将凶案现场记录了下来 中案组到达后 女主经证悟及拍摄的照片一并胜究 然而负责人老前 非但没有表扬女主 反而骂他是笨蛋 警方请男主帮忙课案 男主认为 富豪手上带着妻子的婚件 是凶手在告诉他们 富豪妻子也在他手上 但奇怪的是 一般这样的案件 绑匪早就来要赎金了 说话间 男主突然浑身出出 呼吸困难 渐渐埋了意识 再次醒来 男主看着眼前女主拍的证物照片 突然来了兴趣 他特意让同事把女主叫来 一起分析那些证物照片 人类犯罪信场 是被凶手设计的 罗斯丁压制的破损书页上 写着119 旧报纸上圈着4点 是凶手在说 富豪妻子还活着 打算下午4点杀了他 男主要求 女主协同自己一起办案 女主却不同意 因为他等了一年 才用外勤调到现在的少年队 最后上次发话 女主才勉强同意 一会儿功夫 男主的办案小组便组建门城 楼前一到男主家 就摆起了领导架道 要求男主随时向他汇报工作 但显然 他在这里才是多余的人 男主通过现有线索 铁救失眠 杀了报纸 临起到1913年 吴花兹大楼动工兴建时 工人发现 姐家遗骸一案 当时姐家在一年前被绑架 头部重担 被埋在了母里壳碎屑中 男主为父侯太太 就在吴花兹大厦附近的 某处地下室中 于是通知紧急办小组与团队 在吴花兹大厦会合 请女主带他进入现场寻找线索 与此同时 男主智能团查到 6英寸炉丝丁 主要用在组合蒸汽管上 男主很快将目标 锁定在华尔河拿锁接口 内力每天下午4点会释放蒸汽 而此时 凶手已经复侯太太绑在管子上 把蒸汽管对准他的脸 离释放蒸汽的时间 只设计10分30秒 男主让女主带上装备 进入管道解救复侯太太 咱们儿却被狡猾的凶手破坏了 女主就走 墙壁内复侯太太的哭声心急如焚 这时蒸汽管发出了响动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蒸汽就让喷咽而出 无辜的复侯太太就这样两了盒饭 为避免紧急小组贸然闯入破坏线索 男主要求女主对先进入现场勘察 女主壮着胆子走进现场 看到复侯太太惨死一样的 内心惊恐万分 但还是咬紧牙关 在现场发现一根 将近描述死者捆绑方式 以及手臂上缺失的骨头 男主心欧竟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让女主举下死者的手铐采集指纹 并拒着拒下死者的手 以便采集手铐中凶手的指纹 女主彻底崩溃了 她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 哭着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 女主不接任何电话 只想依然买罪 男主查询了女主的档案 发现女主父亲也是警察 几年前开心自杀 而且尸体还是女主发现的 夜晚同事冒雨来到女主家中 说从她收集的证据来看 凶手手上还有一个被害人 无奈 女主支队再次回到了男主的办公室 男主称赞女主表现出色 同事为自己提示过分要求向女主道歉 而后真诚地说 有人说人的命运是注定的 但我认为命运是靠自己开创的 你不见得会和你父亲一样的下场 你会成为一个好警察 别白白浪费你的天赋 听到这儿 女主大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 流下了眼泪 就在前一版 纽约大学的一名男生被绑架了 女友说 看到男生上了一辆出租桌 男生想挣扎下桌 司机却拿手电筒打了男生 男主认为 这个男生很可能就是下一位受害者 凶手将男生戴起一个废弃的续栏 绑在一根柱子上 残忍地将匕首刺住了她的大腿 胡托哥化验后 发现女主在地下 是她的骨头并非人骨 而是用极端熟练的手法 助理过的小牛的筋骨 她同时还在骨头里 找到一片很旧的报纸 而那团毛发也不属于人类 是老鼠的 男主觉得 凶手对警方的伴手法十分熟悉 到处留下蛛丝马迹 而且还是犯罪学生的证据 目的应该是 想让他们共同承担这些谋杀队的罪过 据说 警方就为及时破解证据 就如同害死了被害人 而且从老鼠毛锁在墓头上的土皮分析 含弹量非常高 经验丰富的胡托哥说 堆肥放久了 会变成羞孙岩 两点结合 男主将案发地点 所定在的临时续兰和屠宰场 男主的牲口在不断流血 一群老鼠将它凑了过来 男主因过于劳累 血压飙升 后宫上的休息 他却不敢 男主找到三家废丝续兰 男主凭直觉 选择派人去1898年关闭的那家续兰查看 感动后 女主率先进入了续兰 这里果然充满了堆肥的味道 这时女主看到了那个男生 他全身爬满了老鼠 用石头赶都赶不走 情景之下 女主冲着横凉上的老鼠开了一枪 恶劲的老鼠才四处散去 此刻男生已经死了 凶手把男生割的遍体鳞伤 血腥味引来了饥饿的老鼠 悲痛过后 女主开始采集证据 认真样子简直酷毙了 女主找到凶手留下的警示 一块旧报纸和一个火柴活 老前赶到现场 告诉警员 现在由他接受此案 并叫智能团从男主家撮离 还把女主带回了办公室 他在火柴活上 找到一枚清晰的指纹 该指纹的主人 有三次暴力犯罪前空 便有寄程车指照 老前兴奋坏了 人们已经查出了真凶 在当紧急修图 准备逮捕逮捕凶手时 却发现凶手早已遇害 且左手施者被切断 难怪会被取走的指纹 在智能团撤离之际 男主将胡子哥帮忙查询 过去一年 是否有远切被害人射铁相关的谋杀案 女主给男主带来的搜寻到的证物 这次的报纸碎片 有一股霉油味 胡子哥效率极高 很快发来了近一年 未被侦布的四千罪案 每名受害人 都被凶手熟人的切去机诱 男主放大受害人的伤口 发现凶手 很早就想和警方联络了 只是老前这个蠢货 完全没有注意到 说着说着 男主开始抽搐 护工急忙对其进行施救 护工告诉女主 男主已经说服医生 帮他进行安落死 男主很怕自己会变成植物人 下午一队爷孙下了火车 便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交警队出的车进行临紧时 司机却猛然对交警开了枪 女主醒来 联系的轻抚男主脖子上的伤疤 与搭在鼠标的手指 对残障者性遭遇是犯法 男主的话把女主吓了一跳 女主问道 你为什么想去安落死 命运是靠我们自己开创的不是吗 说完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左右男主与护工 一起玩得了三张碎报纸的拼图 那是本世纪出 一个出版上的声标 男主曾有击本 这个声标的歌词是犯罪小说 因此推断 凶手想让他们去找一本旧书 女主来到图书馆 发现一本明媒人果拼图的书 里边的内容 也最近几个案子完全雷同 这时他翻读一张 把人吊在码头的插图 心中顿感不妙 警方出错虚逻机 派出船只 到码头下寻找老人和小孩 男主告诉女主 第三张拼图上文字的记本 也选择柴油 让女主的码头边 废弃的船只加油站寻找 果然女主发现 被绑在柱子上的爷孙俩 报警后 分不顾身跳进了水中 紧接救援小组 随后赶到 对爷孙进行施救 老人已死 小女孩活了下来 男主让女主 寻找凶手留下的证据 女主找到了一张地图 一块骨头和一个警徽碎片 莫非凶手又杀警察 这次一张旧地铁地图 暂免都很陌生 女主在男子引导下 发现了海军接战 老前来了 他在电话中 赤刀男主干说办案 还有也偷政务队逮捕女主 女主却先行一步 来到了海军接战 这时手机却没了信号 女主继续搜寻 发现已经车厢 上面的数字 写了78499 女主认定 这是凶手后改的 因为数字上面没有灰尘 那么这数字 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女主脑中不停回忆着 他终于想起来了 那是男主警灰射的编号 还有那断掉尸子的附号 看来这次凶手 要杀的人是男主 这时男主家的门链醒了 护士刚想开门 就惨遭毒手 但倒在血泡中的 不止他一人 还有老钱 见了的人是维修工理查德 男主预感不妙 想启动电话模式 且被理查德粗暴地拔掉电线 男主证住了 理查德说出了原因 原来多年前 男主曾给一个案件 发表过专家意见 纽约西南库斯 有一名负责现场看他的警察 大家回忆 警察委属血流血检查报告 在现场布置了血流证据 理查德 不 应该是马可思说 他什么都没做 但男主的报告 让他坐了六年牢 因此他要报复男主 说完马可思开始操纵 连在男主身上的医疗设备 男主见呼叫呼呼呼呼 将病床放倒 压住了马可思的手 马可思疼得大叫 抽出手后 将男主掀翻在地 拿住了匕首 男主也够狠 将他一口咬住了马可思的脖子 马可思急了 举起匕首 接着女主及时出现救下的男主 马可思当场毙命 平安夜 男主容关焕发地坐在轮椅上 朋友们拎着礼物前来看望 妹妹一家的到访 让男主喜出望外 他想把女主介绍给妹妹 却发现他们似乎早就认识 男女主深情对望 两人眼中早也擦出了爱的火花 《神秘拼图》 又名人骨拼图 是1999年8月29日 在美国上映的剧情片 该片由丹泽尔华盛顿 安吉丽娜朱丽等主演 在当时可谓豪华演员阵容 不过与其说是悬疑金属片 它更像是一部 隐层的犯罪推理漂泄的爱情片 从男主与女主第一次见面 远哥就感受到了 两人间的相互欣赏与爱慕之情 随着剧情的推进 女主渐渐成为了全身瘫痪 无法经历限制的男主的眼睛与手脚 而男主的超将大脑 也丰富的办案经验 也成为了女主在黑暗中的信赖与意图 最后当女主轻抚男主 按住鼠别的食指时 两人终于擦出了爱的火花 这部电影 远哥当时是觉得 偏名吸引人才找到观看 但看起来 剧情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新意 也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感觉 好在男女主演都很亮眼 而且单对华盛顿 是我觉得最适的黑人演员 演技张弛强有度 推荐者数三星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喜欢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这样一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